爱拼才会赢 在这里有你在创业路上不得不听的13堂奋斗课 随着爱拼大奖堂的推出 爱拼才会赢也到了第二季招募的时刻 所以请赶快登陆武爱创.com 或者是播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今天我们这一位嘉宾是谁呢 我来讲一讲他的故事 1987年他刚刚从部队复原回到他的家乡 当时啊在他的家乡有一家棉纺织厂 兵临倒闭了 这个时候他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所以他要勇敢的站出来 毛遂自荐当上了这家小厂的厂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啊 这家厂就已经扭亏为盈了 所以呢 他也获得了县里颁发的企业经营能手的称号 两年过去了又一场更大的考验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时候县里的头号集体企业需要他去走马上任 这家企业有三百位发不出工资的工人 还有一千多万元的债务 我想问一问现场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那位年轻人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你会去吗 好 这位女同学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烂摊子 我为什么要收拾一样 谢谢 非常真实的回答 来 这一位 我觉得我应该会找一家实力很强的大企业 然后把这家企业经病 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 这样也不会亏损 一举两得也不错 好方法 您旁边这位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愿意尝试一下 谢谢你的勇敢 谢谢 请坐 谢谢 有人说要试一试 有人说就别自不量力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一位主人公呢 他想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样的危难时刻 我怎么也得赴汤蹈火一把 接任以后呢 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南下去寻找商机 在火车上 他看见坐在他对面 有一位年轻人 穿着一件进口的旧西装 这个时候 仿佛灵光一现 他的一个无比的创意诞生了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要做中国西服的第一品牌 他做到了吗 我们来问一问 您好 您做到了吗 您当年就做到了 您当年接手的时候 是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 一千多万的债务 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当你做到中国第一品牌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赚了多少钱 那是92年 净利润再到2.7个亿 是中国复杂行业 我原来是最好的 89年欠款一千万 到92年就已经净利润 2.7个亿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郑永刚先生 让我们掌声 有请他 郑永刚 山山控股董事局主席 新护商联合会会长 1958年生于浙江宁波 1976年入伍 1987年 面对濒临倒闭的银线棉红厂 他毛随自建 担任厂长 1989年 31岁的他再次临危守命 调任永港服装厂厂长 独具会演的他 在中国服装业率先提出 并成功实施品牌战略 一句山山喜福 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 把山山这个品牌 做到了中国服装业的老大 1996年 山山股份成功上市 1999年 山山总部移植上海 实施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 产业涉及服装 科技金融三大板块 现如今 作为一家拥有山山股份 和中科英华两家上市公司 102家下属企业集团的掌舵人 依旧延续着一贯的 洒脱作风和拼搏的个景 因为他坚信 潇洒人生 需要折腾 有请三家拓图董事 与郭永刚先生 你好 数字说明了一切 但是我觉得命运有的时候 也很神奇 我知道你接手的那家服装厂 叫永刚服装厂 叫永港 永港宁波的永港 永刚永刚 就应该是你的企业 有缘吧 我说到您的这个山山西服 我又想起来 当年有一句 真的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那句广告语 叫 这句广告语是说您自己吗 传山山西服的我 不要太潇洒了 应该也是说我自己 应该也给 给团队的消费 太积极了 但是在你太太心目当中 你潇洒了 我长得并不好看 我长得不是很帅 我太太很漂亮 那也是男人潇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其实我们看这个郑总 从28岁毛髓自建 开始 这一路创业 现在山山旗下已经有102家企业 当年带一个小企业 你觉得在打仗的时候是什么 做一家小厂的时候 算是一个班长吧 小厂的时候 我那也不喜欢人 也300多二人 一个营长 营长 那你今天102家企业 你终于做到了别人称你的巴顿将军了吗 你觉得做到将军了吗 差不多 应该是个中将吧 一路走来 如此潇洒的创业 郑永刚先生的秘诀 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有请 山山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郑永刚先生来跟我们分享 有请 大家好 我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 潇洒人生需要折腾 我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讲讲 我这个人生经历和这个创业的经历 可能这些体会 留给大家可能会有启迪和启发 因为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的 出生的一个孩子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正好是1966年 所以一年以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 在十年浩劫当中 所以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普通人家庭来说都差不多 那时候没有什么贫富差别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人 五个兄弟姐妹 因为我特别能吃 家里的口粮是有限的 所以我爸妈一直看到我吃饭 一碗又一碗 她就心里着急 我也特别着急 我又不吃的话 我吃不饱 我吃饱了以后 我妹妹就没得吃 所以我一碗就决定去当兵 后面还有大概四五个月的口粮 可以留给哥哥妹妹一起去分享 到了部队以后 我特别优秀 为什么 我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 所以我只有不断的努力 拼搏 才有机会有出息 我们入伍的年轻人 还没有领章毛慧的时候 指导员和连长在说 说我们这么多一百二十个人怎么带 然后他分班 然后我就举手 我说指导员 我愿意当班长 我愿意把大家领着去 然后那个和指导员说 那就是你了 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郑永远 小郑你就当班长 所以成功往往就是说需要勇敢 需要勇敢 部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人的一个大家庭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会锻炼你的人格 你的意志 你的品格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校 非常好 所以我在部队始终时 我从车上扫 我扫地 我这个内务管理 我做训练 这个各个方面应该是非常的拼 非常的出色 你看比如说我们当时两条钢龟 解放派大车 大卡车 就过河 夜间逼登驾驶 一百公里 这个整个汽车的话 三届保养 全部拆开 重新在经过保养以后 再合装 所以这种技术 我是全军的技术能手 这个奖牌现在还保留着呢 还保留着 然后我就开始就进了做教练 做教练 因为当时我在大连 在旅顺口 所以我们南方人到北方的生活 不太习惯 所以我一心想回来 一心就 后来就 81年我就回来 回到了宁国 在宁州外贸公司 开始上班工作 那以后呢 就我要调到这个手套厂 要调到棉方厂 因为这个企业实际上是 已经是亏损 没晃月下 所以呢 我就当时就开始提出 我要当厂长 所以年轻人啊 有时候机遇就在你身边 如果我不写这份信的话 我估计 你28岁年轻人 你想当厂长 那还要经过科长 那个副厂长 还有好几个门槛 当然我在那儿 这个企业 我干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我临走之前 那些老工人都 手拉着手在大门口 含着眼泪 不让我走 用他们的话说是 我是风调雨顺的这一届 后来等我调走以后 七年以后 这个企业就被兼并了 就等于是倒闭掉了 倒闭掉了 但我后来就调到 这个永港服装总厂去 因为我这个人是爱折腾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们局长也都很清楚 所以我已经干过一个亏损的企业 而且干得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 那么到了这个厂以后 其实我不会做衣服 其实我所有衣服 都是我太太给我选的 我大的大穿 小的小穿 我根本就不懂做衣服 然后我到了棉芳厂以后 我一看 我的妈 男的在打扑克 女的在治毛衣 没有业务做 没有单子 我第一件事 我就在全国各地进行走访 这个不会做衣服的人 不会去研究做衣服怎么做 那么我就去研究一个事 就是说 衣服以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在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 我就发现对面一个小伙子 那时候穿着这个进口的旧西装 是很牛 所以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发觉了 这个是有市场 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去引导消费者 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大市场 我们的设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设备 我们进口的是德国杜克部的设备 这咱国家是当时是化了血本 那可是呢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市场 新工艺西装当时没有人问进 实际上潜在的市场已经有了 你看那个进口的旧西装 就这么多人喜欢 对吧 这个结婚的出国的都开始穿西装 所以我当时发现了一个 就新的商机 这个商机就是 就衣服以外最有价值的旧品牌 我当时就提出来 创中国西服第一品牌 所以我就在上海 那个新世界时装公司 我借了三万块钱 我跑到北京去做广告 那个主任跟我说 说你这还没听说过 做衣服还要打广告 没有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我们就第一个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 我记得清清楚楚 新闻联播前后大概 也就一千块钱吧 一次 就便宜到这个份上 我回来以后 他们都不敢相信 我那个工厂的工资还没发 我借了钱就去打广告 最后我们那个西装是 排队购买的 那时候价格已经放开了 排队抢购怎么办 市场经济嘛 那就加价 我说这时候多少钱 一套 大概一百八 我说你三百六 后来就卖到四百五 你想这利润 当时的这个利润 跟房价差不多 在涨价 那时候就短缺嘛 那是个短缺经济 因为我们正常是中国西服第一品牌 所以我们当时在最高的楼市 上海的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我就召集了 我们各个商家的经理 我说谁服务意识最好 谁如果能够开专厅 这个现在的那个专厅啊 那个百货店的专厅啊 当年呢 当年是我 是我搞起来的 那时候没有专厅 就是挂着那个什么 是吧 完了以后就大量的这个 就预付货款 预付货款 因为服务最好 品牌啊 各方面的一些形象最好 我们旁边有一家宾馆 宁波最好的宾馆 叫永港饭店 大卡车等在这个永港饭店里边 上百万的预付款已经付了 就等货 那时候等货就这么等的 你想这个品牌的重要性啊 我们后来给中南海提供 给这个结婚的出国的 差不多就三三西夫成了硬通货当时 今天说这个事 觉得不新鲜 那个时候那叫首创 没有前无古人的 是吧 当然后有来者 是吧 还有更好的这个这个来者 所以一定要先吃旁鞋 那么为什么我们后来就开始转型了 那这个当然跟我的个性就 就有 就是说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那么到服装业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 1996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中国的服装业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那个就是个性化时代的 不是短期经济了 就是说 这个做衣服 产量会大量过剩 所以97年以后 我98年决定就到上海来 那把服装留在留在宁波 到现在这十几年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 它的主流品牌成为世界名牌 但是现在开始又有一次新的机会 人们经历了世界奢侈品品牌 这个时代以后 咱们感觉到性价比最好的品牌是什么 还是中国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明年我会下大的精力 大的功夫 从政国的这个三三服装 这个板块 因为现在这个服装的技术 工艺已经全球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 就我们工厂里你们去看 做三三西服和做世界名牌 是同一个人 同一条流水线 同一模一样 但是它那个品牌 出来可能就两万块钱一套 那三三西服可能就是三四千块钱一套 所以说到性价比的时代 对中国的时尚的服装产业 会带来一个新的商机 对我来讲 因为我不跟大家讲了 我其实没有做过衣服 其实我很不虚心 我没有去学过工艺 也没有学过这个技术 我也不想学 为什么你学会了以后 对你没好处 为什么没好处 你天天去盯着他 那些真正的搞技术的 那些专家 因为你是老板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一问都会 会误导他们 你就听他们的就是了 有很多人就 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所有事情都要去插一杠子 我个人体会 我不愿意去做这些事 决策用人是企业家成功 那么到了那个时期以后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服装板块已经很大了 所以你要寻求一个新的 用现在的话说叫 产业升级和结构 转型 那我的企业要成为 国际化的 大型的 综合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企业 所以呢 我就 98年年底 我就到了上海 我们就开始研究 未来的这个潜在的 南海市场 我们当时投资的这个锂电子材料 是国家863的课题 因为这个国家的极具人才在这个研究所 大家说你做衣服 怎么就去做高科技呢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做不了 我也不会做 那我当时的决策就是决策 确定国家战略 第二就是用人跟研究科研院所合作 现在咱们已经看到了 14年前 大家都没看到 头几年呢 老不赚钱 一直不赚钱 非常头疼 特别是要成功的这个这个潜业 那是最黑暗的 那是最难熬的 我们原来讨论了多无数次 我们想把这个公司 这个技术和公司就卖掉 哪怕把本钱收回来就行 因为我们后来又投了三个亿 所以当时就就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这个产业当时没有 就是进口的 在我们之前 就是日本大白煤气 日理化学 是吧 就是就进口 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是吧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你要创业 要做一件事 只要做对了这件事 跪在坚持 坚持了 叫三年不开张 开张此三年 现在我们成为全球 最大的锂电池综合材料供应商 我们供应给 奔驰公司做 汽车动力电池 供应给 这个 三星 供应给 日本的索尼 我们的客户都是世界 技术要求最好的 所以企业家就是 有时候就这样 你是个掌舵人 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战略目标 比如我们一队人马 在过河 或者过海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一起在划架 划到金皮力尽的时候 需要船长说 对岸就有黄金 那个时候 大家的镜头啊 就目标一致 然后 他就心往一处下 可能你也没看到这黄金 但是你到岸以后 你是第一 你比黄金 比赚戒 更值钱的 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需要你这个 创业团队的船长 你一定要有一种 对你的这个 整个创业团队 有一种激励的一种方法 当然后来有钱了 这就更容易了 对吧 我怎么样给你股权几里 又怎么样给你奖金几里 在没有资本和没有金钱的情况下 通过精神的几里 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种措施 所以年轻人创业者 你们一定要有梦想 一定要有梦想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三大板块 服装时尚一个板块 科技一个板块 金融又是一个板块 所以接下来三中全会以后 我觉得对民营企业来讲 对中国的企业来讲 又跟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一样的 同样的一次机会到来 上海的自贸区也好 整个国家 现在开始形成了一个 新的一个飞跃时期 所以在这一轮改革过程当中 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 那就是中国商社 当年服装业 那就没得选择 你是一个国有企业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 你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 你都必须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如果当年不折腾的话 那现在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跟着我一起当厂长 跟着我一起创业的人 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在上海企业界 或者是在商界 就不坐在正位 也就坐在正位 因为我的资格和年限放在这 你还比如我们现在马云也好 华腾也好 广昌也好 他们做得非常优秀 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跟我比起资格 他们都差得很远 可是我没他们优秀 这一点当然是 那做到今天 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的GDP的时候 我们靠的是生产 靠的是制造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过剩时期 那这个高端的话 那就是平台 听说这个光明节那一天 阿里巴巴做了350亿 它的营业额 所以这是个交易品牌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金融服务业 这次国家对金融改革 有非常大的一些改革政策的出台 所以作为大的民营企业 开始可以申请去办银行 那是过去是根本就想都不敢想的事 所以我想对大家来讲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和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努力 也好学习 这个成功以后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不努力 但是呢 我还是追求一些生活 大家都知道 我对打高尔夫比较感兴趣 过去他们经常会说 你在哪儿 我在球场 或者说在去球场的路上 在高尔夫球场 可以结识非常优秀的那些企业家 成功人士到最后呢 实际上他是孤独的 你仍然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开完会通常 比如你们都是我下属吧 你觉得老板这有人请 对吧 大家都 最后我就生孤零零一个人 我就没人请 我还不好意思下来 此次一个人吃饭 最后 在房间里叫一碗 这个雪菜面 我就吃了 就这个道理 道理平常几大 这是真实的事 就孤零零的 所以企业家 他需要不断的 就有新的知识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一种 知识更新的话 你很快就被淘汰 会落后 落后就淘汰 那商学院也好 高尔夫球场也好 等等这些场所 会给你带来 很多很多的 这种知识和启发 我可以这么说吧 叫不折腾 是不能成功的 我的经验就这样 我不折腾 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是吧 有今天的潇洒 其实我是在知识 不断的在更新 是吧 所以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 就是说 一个成功者 你还得 必须努力的去折腾 如果不折腾 你的未来 就没有方向 谢谢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但是感谢郑永刚先生 他羡慕 嫉妒 恨之余 还是有一些好奇的 那个您看 您也不用上班 上班 就上午上一会儿班 下午就去打杠福球 就这么个事 太潇洒了 太幸福了 你怎么就能那么 交叉一百零二家企业 凭什么 你每天上班 只要上那么一会儿 就全搞定了呢 还能有时间打球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军人 或者是掌舵人 你的核心要做到 就是说 你把战略方向确定 是吧 你把这个团队就用好了 带队 你把这个机制给完善了 除此之外的是 基本上是重大决策 所以你一个企业的 重大决策 如果天天有 这个企业不会是个好奇 我们是三年规划 每一个季度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完善的 一个战略决策会 一个季度 就是说 一个季度就开一天会就差不多 实际上你人生 就是一个合作的一生了 你妈怀孕的时候 你跟妈合作 你出来以后 你就跟医生合作 最后你跟小朋友合作 最后长大以后 你跟社会的整个供应商 供应链关系的合作 就一直都是合作 所以你的合作需要什么 需要胸怀 你要考虑到合作 对方的这种感受 不要说你自己赚多少 你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利益共同体 就是说 双赢共赢到底在哪里 一定要找出一个 最好的结合点 你如果说 自己越多越好 这个永远没人跟你合作 你就是孤零零的 啥也没有 郑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创业宝典 真的是自自助击 赶快我们把时间 留给我们的 现场的朋友们 来 谁先来 您好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我一直听到 您一直在说 国货当自强 然后我就看您这身穿着 您肯定是大老板了 我想问一下 您的皮带 您的西服 是我们的国货吗 您穿的西装 是杉杉西装吗 我这么说 两身海银 我的西装是世界名牌 但是是我们公司做的 这是一个 那皮带是 那个是最高档的品牌 我们做不了 这爱马仕 因为我是一个 国际化的企业家 我的这个收入 和我的这个国际化的 这种这个经营的风格 我需要穿国际服装 这是必然的 将来 大量的可能会有 国货性价比会更好 这是肯定的 如果杉杉明年 在服装行业 重新发力之后 您觉得 您穿的衣服会 我肯定会改变 对 我也会穿国货 因为它是个过程 奢侈品品牌 世界名牌 到中国 也就十几年时间 这个过程 必须得过 过了以后 大家重新会 去审视 性价比 还是自己的品牌 更实实实在于 谢谢你 谢谢 好 来 郑总您好 主持人好 我叫 胡珊珊 我们去年 对 我们去年在另一个节目 有碰过面 然后去年 您指导我之后 我们回去也 仔细地 整理了我的思路 然后因为去年 您说 像我们这种 传统行业 因为我是做女协的 传统行业 您说 发展不能太 急功近利 然后发展 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从 再没有借助 任何外来资本的情况下 从去年的两家店 发展到 现在的全国有十家店 对 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走得还比较稳 但是呢 就您去年 我不是也还有问过您说 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然后您说 您说找对象 不能像工作一样 那么追求完美 今年真的没追求完美 可还是搞不定 就真的没有时间 十家店不是很大的规模 可是事情好多 每天都好吗 然后您刚才说 您现在的时间调配 就特别的自如吗 对啊 我就想问您的是 像我们现在这种 小微企业 初创阶段 就是怎么应该 怎么去掌控 这个放权的这个度呢 怎么来调配自己的时间 想像您这么潇洒 能做到吗 其实这一段的时候 我比你还辛苦 我连那个200斤的 那个棉布的那个包 我都自己卡 这个时期是一个 是一个创业的一个过程的时期 所以你现在的这种 体力上的辛苦 它是必然的 我觉得你还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能够有一个 就布局一个战略 或者是用人决策 你现在想用人决策 实在有点规模还不够 就是说你用人 你需要钱的 对吧 你就给人家钱 你还不如自己赚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一忙以后 你就找对象的问题 就可能会 对吧 找对象实际上 还有缘分问题 还不是单于有时间 有时间的人 不一定能找到对象 对吧 他还有个缘分 如果缘分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 黑不开的事 我觉得像你这么漂亮 又这么优秀 一定能找到好的 如意郎君 就你找日时间梦想 现在还有问题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现在 很多传统品牌 都走线上 但是毕竟精力和金钱都有限 然后就是像我们 现在这个阶段 应该这个线上和线下的 这个精力分配 应该怎么分配呢 我觉得应该是 线下这个体验店 应该是要先把你的品牌 做的有相对的一个定位 完了以后 就线上线下 因为线上这块 它主要是便宜 对吧 现在的年轻人 都愿意在线上购物 对吧 但是也很多带来的那种 其他的这些不方便 比如说真实的产品 等等这些 您淘宝过吗 我没淘宝过 我儿子天天淘宝 我也尝试过 但是我们的想法 还是要把你的产品的品牌 能够做出来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做的相对高端一点 对吧 线上也不能放弃吧 你一定知道 最近这个光棍节 马云一天销售额有350亿 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必然 因为它打折 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 出销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 你索性今天要买 它这里打个对折 那你肯定先买 买了以后 不行我可以退嘛 对不对 350亿 我退个100个 200亿 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方法 很好 对吧 你对这种这种观念认同吗 认同 表示认同 因为我们自己淘宝店 双11之后就有很多退货 是吧 对 那肯定的嘛 有很多冲动消费 我先买了嘛 我看看好我就好 我看不好我就退了 对吧 反正你已经报 有很多冲动消费 因为最值钱的 最有价值就品牌 不是你的产品 对吧 你一定要做的质量好 你服务好 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你的品牌 它是最有价值的 郑总你好 我是来自上海 耗龙智能的张磊 也是联合创始人之一 那我也是一个 非常喜欢折腾的人 我从大一开始折腾 折腾到大二就没毕业 就被学校赶出去了 很荣幸这天 我们的 我联合创始的 第三家公司 今天在上海 股权交易中心 场外已经挂牌 那我们目前主要 从事的是 人眼辨识这项技术 就还有基于 智能交通安防领域的 这个产品 那我今天想请教 郑总的是 您刚才讲的都是 您非常光鲜的一面 我们很想知道 作为创业者 和未来想创业的年轻人 在未来选择方向 和少走弯路 少瞎折腾的同时 应该注意哪些东西 您曾经为了企业的发展 或者为了产品的上市 销售 有没有痛过 内心里有没有默默的流过泪 谢谢 这个我还真没有 我还真没有 就是创业的人 再苦再累 其实没有感觉有苦累 苦的时候也有快乐 这跟家里生孩子一样 这孩子老哭老哭 晚上哭了你都睡不到觉 但你心里还是觉得 这挺幸福的 是吧 这么个味道 并非是说 哎呀 我这搞了这个就辛苦 这个就不辛苦 我觉得我没有这概念 我觉得人活着就得干 对吧 辛苦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对吧 你哭了干嘛 你哭哭给谁看 没有人看你在哭 人生就这样 愿意干 你坚持去干了这事 就成功了 对吧 但是我就很好奇了 像张磊这样 内心比较敏感的 爱哭的男人 是不是不是很创业 只是说我的内心 当时我们在选择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付出了很多的艰辛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一个 因为我们受到了市场的 很多的碰壁 多的冷水 其实很多 那我们做高科技的时候 我们前三年我们都亏损 那大家都说我不行 我现在你们知道啥呀 你要知道的话 那你们来干嘛 对不对 这根本就真的有个事 对吧 你们去看看那一段 直接的媒体 都报道我 说我肯定干不成 对吧 这种干 那是个服装老板 他当然做高科技 心里想 我想你们 你们要都懂的话 那就不需要我了 对不对 那我是我 你们是你们 你们管你们说 我管我干嘛 对不对 等干成的那天 大富翩翩说 哎呀 这做成了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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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新能 什么领军领悟 是吧 这事 他爱怎么说 怎么说 你如果一个人啊 老去顾着别人 怎么说 你这个基本上 就不会成功 成功的人 就不顾 不顾别人 怎么说 我自己是要 怎么做 对吧 我想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对吧 不应该是 顾着别人 创业者要有 这样的霸气 对 他必须的 天下人都说你不对 你还得坚信 自己是对的 谢谢 谢谢张磊 大家好 郑总 我是一位独立服装设计师 其实我跟您的经历 我觉得还是蛮像的 我的家境也不太好 父母只是一个 普通的工人 而且过时比较早 因为我是非常热爱 服装设计 我为了争取到 免费留学的机会 我就参加比赛 后来赢得了 就是去英国伦敦 圣马丁学习的机会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要做 像英国 Vivian Westwood 这样子的一个 中国的时尚女魔头 就是把我的一生 奉献给时尚这个行业 09年的时候 我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但是我没有更多的能力 再去融资 再去做一个品牌的 一个运营推广这个计划 这个需要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团队 去推动它 就像韩国的三星公司 推动了军阶 走向了世界 让韩国有一个 非常知名的 国际设计师大牌 我就在想 您有没有可能 也推动我们中国本土的 设计师品牌 独立设计师品牌 是完全有可能 我觉得挺高兴的 因为现在呢 这个时代就不一样 中国的品牌 开始进入世界竞争的时代 就是说你也进入 全球化去竞争的时代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是 像他们这种设计师 设计师 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人 所以他缺乏很多 缺乏一个是资本 再一个缺乏 那个市场的运作能力 对吧 那我们就有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资本和运作 推动能力 比如说我去巴黎 跟你去巴黎不一样 我去巴黎一大片 那个老朋友 高级时尚公会主席 什么时尚协会主席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吧 我们要做一件事 比如把你那个品牌 在法国 在英国 给你推动的话 那就比你个人的力量 可能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挺好 我到时候又看一看 看看你这个设计的风格 和那个对市场的这种 消费者的需求 这块呢 就怎么样结合 好吧 谢谢你 非常感谢这个郑总啊 对于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设计师的支持 但你别忘了蒋灵起的是 Majer 国际品牌 可不是中文 等于是取了一个阳名 就是因为过去就必须这样 你进商场 如果不是阳名 他就把你 进不去 他就进不去 他就拒止门外 以后呢 商场的经理就不会 你要假洋的话 他就把拒止门外 他说你不能再进 我要的是国货 对吧 咱们中国自己的设计师 自己的品牌 可能性价比 就比阳品牌还好 这个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卓博当副销 好 郑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叫张静瑶 来自厦门大学 家庭学院 我就是一听到明 要来爱评大想堂 我就想着一定要来 见见 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今年六月份 自己创立了一个 高端定制品牌 叫Salia 是做珠宝定制的 这一块 我特别想问您 就是打造一个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民优品牌 它所需要的步骤 是什么呢 我今年只有22岁嘛 现在就是我们遇到过很多 就是不认同的声音 就像你一个小姑娘 大学都没有毕业 你出来干什么呢 你是创业者 你是创业者吗 谁跟你说的 就我的朋友啊 家人啊 包括一些长辈 他们都是不认可我的 你听他们的 我还继续这样做着 对啊 你不听他们的 那就对了 这个你做的是珠宝呀 对吧 那你是货正价实的东西 对吧 对 然后的话 你就通过体验店 在线下先弄一个东西出来 对吧 然后就以这个东西来 开始对消费者 进行广泛的宣传呗 你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让大家都知道 你就要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东西 这个是性价比是最好的 是吧 不断地把你的影响力召开 然后大家都觉得 你这是货正价实的 不是年龄小就做不好 而是年龄小做得比年龄大更好 我看他还是蛮有这股劲儿的 其实呢 就需要指导指导 一定帮你争取一次 一定帮你争取一次 跟郑总单独见面的机会 年轻的创业者想折腾 咱们总得让他折腾一下 潇洒人生需要折腾 我是郑永刚 我在爱拼大讲堂 再次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好 我们在这里呢 要感谢我们的合作媒体 中国新闻网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新浪网 搜狐社区 搜狐福建 东方企业家 吴爱创 感谢我们的首期视频 合作伙伴 搜狐视频 感谢我们的视频 合作伙伴 优酷独多网 网易视频 乐视网 凤凰网视频 中心网视频 五六网 凤凰网 爱奇艺 网腾讯视频 PVTV 暴风影音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再次谢谢郑总 谢谢现场的 所有的朋友们 爱拼大讲堂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